好了,昨晚的比賽,很多話說 因為我認為非常精彩 唯獨是日本那場 雖然沒有免費電視直播 但我跟大家說,不體也罷 簡直是日本 日本的比賽很悶到出執 為何會弄成這樣? 日本現在的問題似乎就是 要分析一下他們的問題 首先要看這兩場比賽 你看到球員的互傳速度是極慢 很多球員都是一想不交 二想不交 三想不交 到第四個機會或時間 才想到交 所有的時間優勢都沒有了 哪有彈化去撕破對方的密集 因為對方的防守球員都站定了 根本就看通了全球的路線 那你還可以傳嗎? 我們踢街場看到這些人 拿著球 哪有彈化去哪有彈化去 每個人都想到交在哪裡 想多幾個想就交失 這個問題究竟是與他們 體能的問題 還是心理的問題呢? 可以這樣說 他們上一年打州際盃的時候 反而沒有這個問題 可以跟意大利打得很燦爛都行 但今年的世界盃 他們似乎是有這個問題 即是可能 心理壓力是大於體能的關係 當然體能來說 他們都是不如其餘三對球 在小組裡面 因為其實 這個地方 迪亞、哥倫比亞和希臘 都是善打體力型、衝撞型的足球 唯獨是日本沒有這方面的球員 像杜本潤一的球員 其實都沒有選到進去 即是說 當然杜本潤一是老 但也沒有接班人 是有些勇汗一點的日本球員 在硬正度上也是欠奉 即是日本其實 不論是心理壓力 硬正程度上 其實都是非常欠奉 這世界盃 所以其實他的前途 我認為都是即將終結 因為下場對這個哥倫比亞 基本上應該是不能打的 講到哥倫比亞 又要講一講 哥倫比亞在12點鐘的賽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呢? 這場球其實是很精彩的 很快 雖然是中五開球 但兩隊沒有受到天氣影響 打得很燦爛 我再講一次 就是哥倫比亞的毒瘤 令到他們錯失了梁姬 亞亞托尼單天難保至尊 雖然謝雲羅入了一球 但謝雲羅死瘤毒食的風格 他實在拖累了科倫迪亞 其實謝雲羅有很多機會 但他都一一因為他的整體意識問題而錯失了 很多球應交又不交又要毒瘤 其實有很多機會是可以交給隊友射他又不交 結果沒有機會 要再講一講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的球員 整體合作的程度比科倫迪亞來得高 而且 有半個是主場之利的哥倫比亞 我認為哥倫比亞應該可以走得多遠 當然他們出了線之後 會不會對烏拉圭和南美區別的球隊 比較難一點 如果出到對意大利或英格蘭 其實哥倫比亞也是有信心的 我認為 另外 最後一場球要講英格蘭的問題 當然 因為英格蘭已經輸了兩場球 在出試的形勢 在數學上還有機會 但理性上 似乎是 有點問題 究竟英格蘭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看直播的時候 看到正選的十一人 和上一場球是一樣的 其實我已經知道 這次真糟糕了 這次真糟糕了 為什麼 上一場球那十一個 打得不好 你還用那十一個 你一個人都不滿 學神 你做一位教練 學神真是 好了 好了 都算了 可能你調整了位置 喂 整體來講 是踢得慢過 這個 意大利那場 還要 雖然 烏拉圭用很體力型 和很粗東西的手法 去對付你 但是去到這些 去到這些 已經是沒有得再輸 背水一戰的情況下 你的球員都是縮的 都是 不夠人家撼的時候 你就已經是蝕卓了 另外 謝拉特和朗尼的狀態 是非常差 還要用 又是這個 拋頭 謝拉特 不知道是不是 跟學神談過 說這一屆世界本 是我拉屎的 被我打了這麼多場 那就糟糕了 學神 你用人為親 其實 為什麼不用林柏特呢 謝拉特的位置 為什麼不用林柏特呢 也都是 另外朗尼的問題 朗尼雖然 他入了球 撿雞球 但是整場的表現 他互球又互不到 全球又傳得不多 致命的進攻 走動的又少 很少拿球 為什麼還要用呢 其實我覺得 另外 就是 只有這個 史度列治 是好一點的 英格蘭 輸在哪裡呢 就是 教練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英格蘭的 部署的問題 為什麼不找人 針對蘇哈雷斯呢 為什麼不找一個人 是追著他呢 整場 就是很簡單 烏拉圭 有蘇哈雷斯的烏拉圭 和沒有蘇哈雷斯的烏拉圭 是兩隻龜 是兩隻龜 你明知道蘇哈雷斯出番 為什麼不找一個人 專門針對他呢 你在英超裡面 都知道他有多恐怖 英格蘭 他經常都以為 自己是足球發源地 有那個姿態 永遠都不會 是為對手的實力 或者為對手的特質 去作出針對性的部署 永遠就是覺得自己是足球王國 永遠就是要踢回自己的加球 永遠不會是放下身段去針對對方 你這樣做下去 英格蘭你怎麼能夠拿第二屆世界杯冠軍呢 你那屆世界杯冠軍都是主場 和有球證幫 即是 即是 作為英格蘭的球迷 即是 我真是替你可憐 即是 足球的 永遠都是保守派 即是英國人 永遠都是保守派 永遠不求進步 永遠不去創新 永遠都是故步置風 你怎麼怎麼對得住英國球迷 怎麼對得住支持你的球迷 另外就是烏拉圭 當然蘇勒雷斯出了之後 基本上整隊烏拉圭不同了 在連接上面 蘇勒雷斯在拿球回傳等隊友上來 各樣的演出 都令到烏拉圭的行軍的上上落落 都來得非常順利 也要恭喜烏拉圭 拿回三分 對他們出線來說 又有希望